投資專家及股評人增冤倉 目前在本港持有十幾個物業收租 究竟在買樓方面有甚麼心得 現時逆市下會否認為是入市時機呢 我這麼多年很喜歡買磚頭 其實都是一個按部就班 我開始的時候都是投資股票 因為股票做風險有贏 買磚頭始終是要拿一塊錢出來給我 所以一定是股票才儲多一些錢 然後再買磚頭 磚頭的投資額很大 很大就不妨用耐性去等 等到真的適當的時間 一櫃進去 在90年很多香港人離開香港 那些人就磅磅磅磅出去 所以令到90年樓價算是最低 比我87年來的這個時候 我就趁那個機會買樓 當時買一個叫回景花園 在南田地地站上蓋 建築面積是700多呎那種 120元 那時候借九成 這個很重要的 借九成 借九成即是拿十二萬出來 那就不貪得起 在九月年我再買樓了 那時候第二次買樓就買了很多 因為還借九成 還借九成 同時樓價升了很多 樓價升了很多個家案 現在我都是鼓勵買二手樓 因為地產商你還要去抽籤 抽籤抽不中 那你還要等幾個月 就有第二個審判推出來 那不如去找二手樓 二手樓呢 現在就一定有 人就因為失業 而被迫防保 失業沒有辦公樓 所以就是 不過這些 失業要放盤的 這些叫做損盤 一閃就沒有了 所以要很勤勵 經常去地產經紀那裡去問 樓價基本上 應該是一個 空下跌 因為那個二手樓 始終一定會有人 因為失業要放 空下跌 不過跌幅不會大 不會大的理由就是 剛才我說的 這個實體樓的供應 有段時間都升不上來 因為這個 過去這麼多年 土地的供應都很有限 空下跌跌到幾時 應該是跌到疫情過後 疫情過後 樓價又會回升 如果疫情一直到年尾 應該就跌了一成 多一成就變成這樣 買樓始終要投入的錢是多的 始終投入的錢是多的 你問一筆錢 你到底做甚麼 看一筆錢 夠不夠賣樓 夠賣樓便賣樓 沒有了 你說得對 好像03年那些機會 沒有了 因為現在的樓價也是高位 現在沒有好像03年跌得那麼慘 03年是說 高位跌了七成 現在不會跌一成 辣椒狀在那裏 就是表示樓價還是高